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話語之拳 我是顏子翔傳道 讓我們一起在上帝的聳中 看見夢想實現的可能 有一部之前在網路上非常熱門的影片 是帕奧 也就是商籍人士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宣傳影片 在那個短片當中呢 透過一個很輕快的音樂 像我們展示了許多在各樣賽事上面的好手們 他們如何跨過自身的限制去完成各樣的禁忌 而其中貫穿全片的就是三個字 Yes, I can 這部影片當時我在網路上看到的時候非常感動 因為這短短兩分鐘的影片裡面 我看見他們是如何追逐人生夢想的那個道路 面對這所有迎面而來的挑戰跟限制 他們不放棄 他們不被打敗 直到站在這個世界可以看見他們 可能看見他們可以的這個舞台上面 我非常佩服這些身上奧運的選手們 正因為他們有所缺乏 我們才能夠在他們身上看見 上帝創造的我們可以超越多少的限制 克服多少的難關 而他們每一個人透露出來的那個神情 那個笑容 那個自信 正是源自於他們熊熊在他們生命裡面燃燒的那個熱情 所以各位朋友們你知道嗎 熱情就像是我們生命當中的燃料 驱使著我們能夠不斷的向著那表竿前進 我們受造是因為愛 而能夠驱使我們每一天不斷前進的就是熱情 我不曉得你是否還記得 當你剛要踏上這個夢想道路的時候 那起出炙熱的心呢 在聖經裡面 大魏王就是熱情的最佳典範 他對上帝給予他要為他成就的夢想 他充滿熱情 甚至我們說他對於上帝本身就充滿著熱情 這個熱情使他不具任何的挑戰 這個熱情使他勝過一年又一年的困難 這個熱情使他即便在追殺 他都沒有放棄 這個熱情讓他在一次一次的逃亡當中突破重圍 這個熱情使他即便成為了一國之君 他仍然能夠像小孩子一樣在神面前跳舞 歌唱不在意任何人的眼光 熱情讓他明白 他不單單只渴望看見一個夢想成就 他也享受在這個與主同工追逐夢想的過程 熱情 我可以說熱情就是我們的生命 而能夠熱情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受造是被愛的 因為我們在愛裡面我們也才能夠得到這份熱情 大衛在牧羊的時候他為了保護羊群 他能夠徒手殺死獅子跟熊那是熱情 他不知道哥利亞什麼時候來 他不知道他會剛好幫他兄長送飯 所以來到戰場的前線 他甚至不知道這個又高又壯的巨人 他有過什麼樣的本領 他只知道這個人在我面前辱罵我的神 我要阻止他 所以在薩摩爾記上十七章的四十五到四十六節 大衛對於這個菲利斯人他卻說 你來攻擊我是靠著刀槍和銅擊 我來攻擊你是靠著萬軍之夜的皇人 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 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的手裡 我必殺你斬你的頭 又將菲利斯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飛鳥 地上的野獸吃 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所以各位朋友們 這就是熱情 這是大衛追求神的熱情 在我們教會當中 我自己身為藝術媒體部門的總監 透過我們教會的媒體 影音社群 我們現在每一周發布的福音內容 觸及至少都超過十萬 但是我還記得最一開始 當我還是門外漢的時候 當我開始踏入到這樣侍奉的那個契機 我印象很深刻在當時 我是在靜脈團服侍的一個同工 但我們教會也還沒有開始這樣 所謂的媒體宣教的侍奉 第一支我為教會做的影片 是因為我們教會遷堂 需要一個感恩的影片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打開Adobe這個城市 在當時呢 單純只是因為 教會希望能夠透過一些影像的結合 讓更多人看見那兩年的時間 教會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一直苦無有人能夠去製作一個影片 那當時有一位學設計的同工 只是很輕鬆地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剛好看到一個國外的網站 有很多特效的教學 就這樣 開啟我製作影片的一個路程 我記得那一支影片呢 總長不到三分鐘 但我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不眠不休 從零完全不會製作影片 不會製作動畫 不會製作特效 慢慢地看著那些英文的解說 教學 一點一點的學習 超過兩個小時的一個教學影片呢 我要重複看不下五遍 才能夠完全知道它裡面在做什麼 然後第六遍再照著那個影片 一遍一遍下去做 十幾二十個小時 才做出那三秒鐘的那一行字 出現那五秒的那個標題 就這樣 一點一點的我去拼湊 完成了這第一支的影片 而感謝主 這支影片在當時雖然有些陽春 現在看來有點土 但是 那也使我們教會在那 將近一兩年的時間 在網路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分享的教會 也讓更多人認識這份信仰 如今將近十年的時間過去 從我一個人的團隊呢 到如今我們教會 組織一整個部門的同工 大家一起在媒體宣教上面努力 在我們教會當中 有弟兄姊妹 是因為收看我們的線上直播 信主而受洗的 有弟兄姊妹在人生的低潮 跟迷惘的裡面 她因著好朋友分享給她 我們教會的信息 她被神的話大大的觸摸 所以她來到了教會 我們教會有將近兩成的福音朋友 是先透過網路影音 認識我們教會 這一切都是在那個時候的我 完全無法預料的 然而這都是上帝回應 起初我願意跟隨的那個熱情 各位朋友們 我在說的是什麼呢 的確在我們的道路當中 困難挑戰會消磨我們的意志 環境問題會打消我們的信心 但你所面對到那所有的困難挑戰 正等著你 其實可以用創意的方式去解決 你所苦惱那個難以突破的事情 正等著你 要去開創全新的格局 上帝要為我們成就 一切放在我們裡面的那個夢想 但我們明明可知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只要藉著他不斷的前行 我們就能夠勝過那所有的挑戰 然而能夠驱使我們走在這個道路當中的 就是藉著我們的熱情 因為熱情不是一個興趣而已 熱情不是我喜歡就做不喜歡就不做 熱情不是一個知識 我知道什麼叫做熱情 熱情甚至不是只是一個頻段的標準 我有多少熱情 我就能夠達到多少的目標 不是的 上帝把熱情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使我們在困難當中不致失敗 上帝把熱情擺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使我們跌倒的時候 仍然能夠再次重新得利 上帝把熱情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使我們在患難當中 仍然能夠享受在追逐他道路的這個過程裡面 大魏的一生都活在熱情的裡面 即使他通管了全國 他仍然想做的事情 就是回應上帝的愛 所以他要為主見殿 這是出於熱情 我們知道在摩西的時代 會幕是上帝親手要打造的 然而這個聖殿其實是大魏的信義 神不需要一座殿雨 但因為上帝渴望大魏的這個意願 能夠得到滿足 上帝喜悦大魏那個回應的愛跟熱情 所以這件事情神為大魏來成就 甚至我要告訴各位朋友們 在大魏有生之年 他都無法看見這個聖殿被建造起來 他的夢想並沒有在他活著的時候完成 然而他仍然精心地為著這個聖殿預備 他仍然要送給上帝 他親手打造那最美好的杰作 大魏預備了最好的金銀珠寶 把全國最棒的工匠都找來 傳承給他的兒子索羅門 並且不斷地嘱咐他 你要如何完工 這就是大魏對於神的那個熱情 你可以想像嗎 你的熱情大到一個地步是 縱使你今天死了這件事情才會成就 但你仍然願意去做 大魏的夢想 大魏的渴望就是如此 而上帝也喜悦他的心 赐下加倍的福分在他家族的裡面 因著大魏的熱情 上帝為大魏成就他手裡的夢想 成就那不可能的夢想 甚至為他成就更大的事 各位朋友們 上帝有給你那份熱情 使你堅持下去 然而今天你找回那份熱情了嗎 我要邀請你 甚至就在這個時刻看完這個影片 你不要坐在電腦的前面 放下你的手機 起身來敬拜 來祷告 來向這個世界奪回上帝給你的這份熱情 我相信在熱情的當中 你可以看見神要在你身裡面 成就超過你所求所想的事情 願主赐福每一位朋友 希望這系列的分享能夠祝福每一位有需要的朋友們 無論你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或是挑戰 我要邀請你能夠跟我們一起來到教會裡面 認識這位賜給我們夢想的神